大家好 我是陳寗 很多人家裡的衣櫃啊 過了很久很久之後 都會變成像這樣子 就是開始關不起來了 你想怎麼關就是關不起來 那怎麼辦呢 首先呢 你要先做第一個確認 就是是不是你老婆衣服太多了 但如果不是這樣子呢 通常就是衣櫃年久師兄 那很多人會想要從鞠鏈去著手 但其實呢 我們還有一個更一勞永逸的方法 我們今天呢 就要來跟大家談談 怎麼一勞永逸的解決這種 衣櫃門關不起來的問題 那開始之前呢 要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 打開通知 那我們就開始了 首先呢 這種衣櫃門會關不起來 其實呢 很多都是因為鞠鏈 它已經有一點鬆弛了 或者是它有一點歪掉 那但是呢 你要去調整它或者換它 其實是一個比較麻煩的事情 而且 有時候你換一換 可能過一段時間 因為你的濕力不大 或是它這個門板太重啊什麼的 最後還是都會壞掉 所以呢 我們先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 來 這裡有這個鞠鏈嘛 對不對 這個鞠鏈呢 叫做西德鞠鏈 如果你真的有一天這個東西斷掉的話呢 你去大小北買 你就問他說 請問西德鞠鏈在什麼地方 說到這個西德鞠鏈呢 其實有一個笑話 我覺得之前啊 有一個 有一個人啊 那我們就不說他是誰了 他跑到論壇上面去呢 去抱怨說 欸我的這個設計師啊 跟這個木座師傅啊 坑我的錢啊 他說這個是西德鞠鏈 結果呢 我回家看 欸呀 Made in Taiwan啊 怎麼會是西德鞠鏈呢 唉 我只能說 你這個 你如果有疑問呢 你就先Google一下 這個東西它本身就叫做西德鞠鏈 不是說他叫西德鞠鏈 就一定西德做的 就好像哈密瓜 也不見得是哈密來的啊 老婆餅也沒有老婆啊 太陽餅有太陽嗎 對不對 所以呢 就像長頸鹿的梅雨 也不是長頸鹿教的 西德鞠鏈呢 只是他的名字 你去大小北拿他的盒子來看 上面就寫西德鞠鏈 所以呢 別鬧這個笑話 但是呢 這種鞠鏈 其實 現在我們只能說 他才有點良由不齊 所以有的時候 你以為換了新的可以很耐用 其實沒有這回事 我覺得 最直接解決這問題的方法 就是 這個 這個叫做 小關門磁鐵 也是在大小北就可以買到 20元就可以買到兩個非常便宜 那如果說呢 你家用這個小關門磁鐵啊 就吸了還是吸不太住的話呢 你可以買他一個叫做大關門磁鐵 但是他的磁力就比較強 你以後開門就會像做做重心一樣 每次都這樣 這種感覺 但是呢 這個一般來講 小關門磁鐵或中關門磁鐵就可以了 而且因為他便宜嘛 所以如果你家衣櫃啊 很多啊 像我家還有更衣室這種情況的話 你就可以買這個 每一個都幫他裝上去 你的門以後關起來的時候呢 他就會自己關上和上 就不會再有這種浮浮的問題了 那怎麼裝很簡單 我們現在就來裝裝看 首先呢我們就拿出一個 小關門磁鐵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呢 會有兩個這樣的東西 那他是怎麼樣的構造呢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呢他這個是一個 這樣的磁鐵 看得到齁 再來呢還有一個鐵片 這個鐵片要鎖在門板上 這個磁鐵呢要鎖在櫃子上 那當這個磁鐵啊 然後這樣子門這樣關關關關關 關到這裡的時候就 啪就會吸上去 他就會固定住了 那這個東西為什麼磁力會這麼強呢 是因為他這個是兩個鐵片夾著磁鐵 兩個鐵片夾著磁鐵 可以加強這個磁力 在以前小朋友看的小牛頓裡面 有做過這個實驗 不知道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那他這樣吸住之後 他就可以固定住 這個時候大家就有一個疑問 不是有一種是兩個扣環 然後可以這樣子插進去的這種東西嗎 為什麼不要買那個來用 要買這個磁鐵呢 因為我發現那種 是兩個扣子的東西呢 在你用了五年十年之後 因為你每天這樣不斷的拔插拔插 那拔插到後來呢 他就鬆了嘛 所以插太久 他就鬆掉之後 他就卡不住了 所以呢 我會建議你直接買這個磁鐵 磁鐵這種東西用再久 他都不會鬆弛 除非你去敲他 可是誰會去敲衣櫃 除了吵架之外 沒有人會敲衣櫃 那這個東西怎麼裝呢 很簡單 就是呢 把它貼齊這個櫃門的邊緣 你要貼上面 貼下面都可以 但我不建議上下都貼 因為那樣門會很難開 所以呢 就把它裝在上面 那你說要裝在這裡呢 還是這裡呢 這個也是國中理化有教過 就是粒矩 如果你把它裝在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 這個木板的重量啊 因為粒矩比較長的關係 所以在這個地方 就會吸不住 所以呢 麻煩 好好的記得 盡可能裝在最外圓的地方 這樣子他的力道才夠 才能夠把這個門吸住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裝他 首先呢 在這個包裝裡啊 有附螺絲 他附的是剛剛好的 你不要搞丟 搞丟就沒了 那我們把這個螺絲拿出來 把這個東西啊 這個鐵片的地方朝外面 那剛剛好呢 就切齊 這個櫃子的邊緣 切齊之後呢 我們先拿一顆螺絲 先這樣子用力的 因為是木頭的嘛 就用力的這樣子把它 按上去 用力的按 用力的按 他不是就卡住了嗎 那接下來拿螺絲起子 鎖進去就可以了 那我這裡呢 用的是這個 這個Bosch的電動起子 我超愛這一支的 家裡什麼五金都靠他 連洗廁所都可以靠他 人人都應該買一支 我超愛的 就像這樣子 剛剛已經插進去了嘛 那這裡就這樣子 用慢速的 慢慢的轉 慢慢的轉 好 然後鎖到底之後呢 給他多打幾下 好 就這樣 就鎖上去了 超簡單的 再來一根 再來一根 我們就這樣子 一樣 把燈門開起來 就這樣 就這樣 壓著 把它轉進去 好 就鎖好了 有沒有 真的很簡單嘛 那再來 到了這個關鍵鐵片 關鍵鐵片 這個要怎麼樣 可以剛剛好 這樣子 又可以 裝上去 要是貼歪了 就黏不住了 對不對 所以 這裡有一個小撇步 但是在這小撇步之前 要先注意 這個鐵片 是有 來 看得到 看得到嗎 這樣子 正面 跟反面 是不一樣的 正面這個地方 有凹進去 背面是沒有凹進去 所以螺絲 要從這邊 這樣鎖進來 因為那螺絲頭 剛剛好會陷進去 不然你這樣子螺絲頭 浮在外面的話 那個磁鐵會吸不住 所以 要把磁鐵 照著這個凹洞的地方鎖進去 好 那怎麼做 很簡單 來 首先 我們先這樣對準 把它對準 就這樣吸著 然後 我們就拿一個螺絲 然後 神奇的時刻來了 我們先把這個螺絲 這樣子穿出來 這樣穿一點點 然後 蓋上去之後 貼上去 用力的搓 就是用力的 用手指把它搓一個洞 好 然後 我們就這樣把它拔出來 好 來 在這個地方 就有一個剛剛搓的洞 來 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 好 有這個洞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螺絲 這樣子按上去 來 就這樣 然後 這個 把它搓進去 好 再拿剛剛的棋子 把它轉進去 好 然後 我們就這樣子關起來 欸 就吸住了有沒有 每次打開的時候就是這樣 噗 然後再關起來這樣 欸 又吸住了 超方便的 那如果說呢 你比較懶惰的話 其實你只裝一邊 欸 也是可以的 可是呢 反正買了兩個 也就20塊 所以你把另外一邊也裝上去 它就可以好好的 這邊也可以關 那邊也可以關 那 這樣子 每次這樣子 關的時候呢 就完成啦 是不是超簡單的 所以呢 只要你把這一招掌握之後呢 你家什麼衣櫃門 那櫥櫃門 那廚房的櫃子 通通關不起來了 或者是 五年前關了起來 現在已經關不起來的東西 通通都用這一招 就可以把它解決了 好 那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啦 那如果你對這個 櫥櫃門的調整 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之後再來討論 至於這個 剛講的希德教練 很難調整這東西 我們也之後再來談 就是這樣啦 那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 打開通知 按讚加分享 我是陳寗 我們明天見 掰掰